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昨天中共在北京開二十大 在英國亦有示威活動 主要在曼徹斯特曼城 有一個捍衛港人陣戰的組織發起 大約六七十人在中國駐曼城大使館外示威 當然有些其次 擺放示威物品 其中有一張是國王的新衣 習近平戴著皇冠 照著鏡子沒有穿衣 示威者發言大約兩分鐘 那些示威者在領事館裏面有人出來 主要是那些保安 藍亞裔保安說不可以在領事館外 示威集會抗議擺放任何示威物品 特別是針對國王的新衣 如果你不拿走的話 我就拿走它 或者我來 摧毀它 消毀它 沒多久在領事館裏面有一班人 衝了出來 據報道他們穿著 防彈背心 防刺背心 亦戴著防暴頭盔 把諷刺畫搶進領事館裏面 有示威者看到跟他爭奪 於是發生激烈的混戰 亦被人倒在地下 在過程中其中一個示威者 突然被領事館的人 拉進領事館的範圍 然後 示威者 拉著閘 不要讓他扯進去 因為領事館的範圍根據外交的 慣例 屬於某個國家的領土範圍 拉進去後 就很嚴重了 但無論如何 在過程中被拳打腳踢 亦有一個疑似 中國 駐曼城的總領事 出來扯他的頭髮 疑似 因為他戴著頂帽 戴著口罩 然後頂帽的頭髮全白 在外面的人認得他 可能是 中國駐 曼城的總領事 大使館的人員 但 在過程中英國的 警察看到那個情況 把 被 扯進大使館的人 救出來 很多警員上前制止 聯同示威者 和領事館的人 互相拉扯 最後成功 把香港人 扯回行印路上 這個香港人叫 博 看到他的 臉有傷 有乳傷 背部有乳傷 頭髮也有傷痕 在 警員說 如果 拘捕他進去後 領事館關閘 甚麼事都做不到 現場的示威者 跟警員 情緒激動的理論 你應該在這件事上做多些事 警員說 領事館是屬於 中方的領土 領事館的人員有外交豁免權 雖然明顯是發生過罪案 但他們沒有辦法進入裏面做調查 或者拘捕 因為那些人全部進去 那個範圍是他 曼城的警隊發言人回應傳媒說 警方示範時已經即時介入事件 因應衝突在領事館一帶 實施特別的巡邏方案 好了 這件事 發生了 可能在英國的人裏面不會引起很大的反響 因為他覺得是你們 中國人的事 又或者是 你們香港和中國之間的事 和英國是無關 但是 英國的輿論或者英國的政治人物 對這件事都有相當大的反應 雖然警方說沒有權 進入裏面 不過他們說 是 調查 會展開調查 確認後 會展開調查 這是第一 第二 保守黨的元老 說這件事一定會在 下議院裏面提出 因為這是一個嚴重事件 在英國 示威遊行抗議 是一個自由的國家容許 外國駐當地的領事館的人 是無權阻止 更加不能用暴力的行為去阻止 將 在英國的人 扯入領事館裏面 其實是一個嚴重的行為 英國的Telegraph有個報道 有些人 在中國的 駐 萬治斯特加領事館 被嘔打 那些是香港的示威者 太陽報也說 有些香港的示威者 被 扯入領事館裏面 亦被嘔打 另一個是Manchester Evening News 亦有同樣的報道 BBC中文 說港人曼城中國領館外 抗議期間 遭嘔打 警方調查 這件事 在英國人裏面不會引起很大的反響 但在港人團體裏面 引起很多關注 關注是甚麼 問題是 英國還是甚麼安全的地方可以自由表達意見 領事館外面 是不是領事館外面和領事館裏面的範圍是很不同 譬如 在呂皇逝世期間 香港人 在 英國駐港澳的總領事館外面 悶念 最後一天 有人在吹 God gave the Queen Saved the Queen Saved the King 有人在揍榮江 有人說香港加油 有些警察加油 進入了領事館的範圍 上拉人 結果領事館的職員走出來 這是領事館的範圍 你不能進來 很清楚的領事館的範圍裏面和領事館的範圍外面 領事館的範圍裏面 根據外交的慣例外交的規定是屬於國家的領土範圍 執法人員是不能進去的 領事館的職員 不是全部 不是保安 領事館職員是有外交豁免權 如果是領事館範圍外面 屬於國家的領土 執法人員是有權執法 發生罪案是有權調查的 雖然那個罪案 在領事館範圍外面發生 如果那個犯案者有領事豁免權 也是沒有權去拘捕調查 這是外交的慣例 今次的事件 那個示威範圍是領事館外面 拘捕人 就是將在領事館外面的人 甚至是 駐曼士斯特的領事出手 把人拘捕進去 很明顯在 英國的土地上 重變 觸犯這個法律 是不可以容許的 不可以容許的 這一點是 非常清楚的 英國是一個可以自由表達意見的國家 即使你 被抗議的國家 的領導人 職員覺得 官員覺得他們受到冒犯 你都沒有權去 阻止做任何的事 這是 我覺得英國警方或英國政府在這個問題上需要表態 第二 究竟香港人是安全 在英國的土地上 有沒有受到保障 如果你說你不可以在領事館 犯來外抗議 嘟口嘟鼻 如果有一些人 被你視為異見人士 譬如一些 尋求政治庇護人士 被你釘上 你會不會在 英國的領土範圍裏 執法 將他綁架 送回領事館裏面 然後靜悄悄 送來英國 即是 所有的異見人士包括一些香港人 在英國的土地上 會不會受到中國政府領事館的人員的威脅 英國的媒體有報道 在不同的大城市裏面包括倫敦和萬治斯特等 都有一些 中國人開的便利店 或者酒樓 是 中國 公安警察的 分佈 是他們的延伸 表面上協助中國人 扮演一些不熟悉的 英國的 政府部門的業務 例如 換車牌 或者車牌的續旗 表面上是為中國人服務 實際上 英國媒體懷疑 他是執法機關 但如果 他們可以做這些事 會不會把他們 執法的權力延伸到英國或者外國的領土上 這是第二個問題 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就是有關於有很多年輕人或者小朋友 1997年出生 他本身沒有BNO 他跟著有BNO的父母移民在這裏 他的BNO可能是很快到期的有些只有五年期 他要換領的時候如果他不回香港唯一的途徑就是 通過英國 在中國駐英國的領事館換領 現在進去做這個手續 到底是否安全 會不會無法回香港 這個也是很多 移來英國的香港人的父母包括那些人關注的地方 我看到有些朋友也開始問這個問題 是不是要求這個英國的 議員 英國的國會議員 去關注這件事 除了是關注 在英國的領土上 中國的領事館的人 可以用這個暴力的手段去對付示威者之外 亦都關注 究竟這些護照過期的人 怎樣去逐領他的護照 如果他逐不了他的護照 他也不會被趕走 不過 沒有了這個特區護照 這個未過期的特區護照 他可能 離開不了英國 這個就是 令到他們擔心的地方 整件事我們會看到一個我認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中方人員可以在人家的土地上 用暴力手段 對付意見的人 經常都說戰狼外交 大家會覺得戰狼外交可能會逗留在口頭上 無論是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 有人說他是外交部 還是駐外的市領館的人員 接受訪問的時候用相當強硬的 甚至是極度粗皮的 很無禮貌的 一些回應 去 回應一些記者的提問 或者對他們的挑戰 但現在的戰狼外交 原來不是停留在口頭上 已經是化為行動 化為暴力 甚至是 領頭的人 是 那個領事館的最高的負責人 我對我來說是不驚訝的 因為無論你是政治上的表態 口頭上的表態 或者是用這個 拳頭來表態 表態也好 都是一個表忠 一種表現 他要告訴他的老闆 我捍衛習主席 的決心 不單止停留在口頭上 又在行動上 幾十歲人 白髮瘡瘡 都要走出來做這件事 一定會受到表揚 這種表忠表態 一定會受到表揚 一定會有機會勝負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是鼓勵了他們使用暴力 使用暴力已經成為了 不只是語言的暴力 口頭的暴力 行動上 成為了他們一種慣常的做法 是一種常態 如果 這種常態已經形成 不受到阻止 不受到制止的話 在中國 不會覺得他的形象受到什麼損害 捍衛習主席是理所當然的 如果不受到阻止 不受到制止的話 唯一 發展的方向就是 變本加厲 不只是 領事館的範圍外面 可能會更遠的地方 真是犯我中華 歲緣別柱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說話來說 不只是英國的問題 在全世界一些香港人或者中國的異見人士 都不安全 都不安全 你逢有 批評他們 挑戰他們的看法 你就可能會受到暴力的對待 我認為整件事最重要的 最值得關注的 就是這一點 港人組織 我認為 他們要發表聲明 有聯署 我們認為大家應該團結起來 最重要是什麼 最重要就是 因為BNO 來了這裡的人有票 英國就是用 民意去 管治 你有票 你就要用 集體的名義 向你的選區 國會議員 向關注香港問題的國會議員 表達你的想法 你說施壓 表達你們的憂慮 讓他們可以在這個問題上 通過他們的途徑 包括在議會討論 要向中方 提出抗議 叫他們不要亂來 這是英國的領土 是英國的司法管轄的範圍 是受到英國法律 規管的地方 這不是中國的領土 這一點一定要跟他們說得清清楚楚 如果不是 有得一次 就會有第二次 就會有第三次 暫時經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Patreon 支持我心態很快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請給大家聽聽 會不會跟你們說得好 我就是在這附近 我可以跟你們說得好 你不可以跟你們說得好 走 我沒有錯 我跟你們說得好 給你 你不可以 在這陣子 你不可以 在這陣子 你不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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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